十二岁做上亲的甘罗 甘罗,战国后期秦国人 是秦国原来的左丞相甘茂的孙子 他从小就机智过人,有胆有谋 很小的时候就在秦相国吕布韦手下做门客 帮助出谋划策 公元前234年,秦王想联合燕国攻打赵国 于是下旨派张棠出使燕国 可是张棠借口有病,不肯前往 六十岁左右的文姓侯吕布韦知道此事后 亲自坐车去说服张棠 但是不管吕布韦怎么劝说 张棠就是不肯答应 我年事已高,身体欠佳 恐怕,恐怕不能担当此任 您还是请回吧 吕布韦回到府里,独自坐在堂上 唉声叹气 唉,这可如何是好 这时,才十二岁的甘罗 见吕布韦满脸的不高兴 便走上前问道 相国,今天有什么心事吗? 吕布韦正在气头上 便气呼呼地挥手道 小孩子家懂什么 泡来多嘴 你还得多学着点 甘罗不慌不忙地说 相国平时看重门下之事 就是因为门下之事 能为您分忧解仇啊 现在您有心事 却不愿让门下之事知道 门下之事即使想效忠 也使不上气力呀 吕布韦听了 觉得甘罗说得有理 就把事情的经过 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 甘罗听了 微微一笑 派张堂出使燕国 这有何难 相国为什么不早说呢 我可以去说服将军 吕布韦听了 又发起火来 走开走开 我堂堂相国亲自去请 他都不肯去 你一个小娃娃 有多大能难 竟说如此大话 甘罗不慌不忙地回答道 哇 不能这么说 当初 相驼才七岁 就被孔子尊为老师 我现在都已经十二岁了 比相驼还大五岁呢 请让我去试一试 如果不能成功 您再斥责我也不迟呀 吕布韦觉得甘罗说的有道理 就决定让甘罗去试一试 好吧 就派你去说服张堂 甘罗到了张府 直截了当地对张堂说 当初秦王派大将军白起去攻打赵国 白起推辞不去 最后被逼而死 今日吕相国亲自来请您出使燕国 您推三推四不肯去 我看您的死期恐怕也不远了 张堂听了毛骨悚然 一脸的恐慌 连忙向甘罗致谢 多谢你的提醒 我真是老糊涂了 请你回去 带我向相国谢罪 我这就赶紧整理行装 准备出使燕国 张堂快要上路了 甘罗又起拜见吕布韦 张将军虽然愿意出使燕国 但途经赵国的确也还存在障碍 请相国给我五辆马车 我先到赵国通报张将军 要从赵国经过的事 吕布韦听说甘罗请到了张堂 非常高兴 没想到你小小年纪考虑问题如此周到 我现在就带你去见秦王嬴政 吕布韦带甘罗来到秦王面前 把甘罗介绍给秦王 秦王嬴政听了吕布韦的介绍 试探着问 甘罗见了赵王你怎么说呀 甘罗胸有成竹的回答 这得看赵王是个什么样的人了 必须见机行事随机应变 秦王见甘罗口齿伶俐 对答如流 当即决定派甘罗出使赵国 少年果然出口不凡 朕就派你前往出使赵国 赵王听说秦燕两国最近清静往来的事 正在担心两国合力攻赵 忽然听到秦国使者来了 顿时喜出望外 秦王的使者来了 赶快准备迎接 赵王亲自率领大臣到郊外迎接 可一看却是一个少年 赵王见着少年气度不凡 也不敢怠慢 赵王忙迎下甘罗 与之并肩而行 甘罗开门见山地问赵王 大王听说燕太子丹已经到秦国做人质了吗 听说了 听说张将军要去燕国了吗 也听说了 燕太子丹到秦国做人质 说明燕国不欺骗秦国 燕秦两国互不相亲 赵国就危险了 赵王听了 吓得脸色皱变 赶紧问 秦国燕国亲近 到底是什么用意呢 秦国同燕国亲近 是想联合起来攻打赵国 扩大秦国在河间的地盘 与其被夺 大王您还不如先割让五座城池给秦国 我可以请求秦王不派张堂出使燕国 断绝和燕国的关系 而和赵国友好 这样 大王可以去攻打燕国 赵国得到的又何止是五座城池呢 赵王听了十分高兴 马上把五座城池的地图交给了甘罗 让他带回交给秦王 秦王决定不派张堂出使燕国 太子丹见形势有变 偷偷逃回燕国 赵国出兵进攻燕国 攻取燕国上古郡三十座城池 拿出十一座城池献给了秦国 秦国不费一兵一族 先后得到了十六座城池 秦王欣喜万分 对于甘罗的特大功勋 秦王给他特殊的封赏 封他为上卿 相当于丞相的官职 于是十二岁的甘罗被秦王 败为上卿 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 小朋友们 甘罗十二岁就做上卿了 这和他的机智多谋 口齿凌厉 胆识过人是分不开的 小朋友们 要想从小就有出息 平时要学会善于观察 学会